据人民日报报道 解放军军报5号披露了一起战机撞鸟事故 飞行员王建东按计划驾机升空 开展对抗空战训练 跑到延伸的方向 机翼在空中划出两道白色飘带般的窝流 突然两道黑影迎面飞速闪过 随着砰的一声 机身猛烈一震 发动机工作出现异常 撞鸟了 王建东迅速向指挥员报告 脑海中快速闪过机场颇降处置方法 王建东再次推油门 飞机却没有一点抬头迹象 推力维持不住 感觉飞机在下坠 战机遭鸟撞击时 高度只有272.7米 战机左下方是成片的村庄 前方是城市上空 必须避开人口密集区 对向无人区 战机右前方出现一片山头 王建东果断操纵飞机对向那里 就是这里了 机头前下方突然出现几块水田 王建东立即做出选择 战机不断下坠 王建东全力控制飞机对准水田 他深知 弹射跳伞越晚 飞机落向无人区的把握越大 一秒 两秒 连续六秒保持飞机下降方向不变后 王建东果断拉下弹射手柄 成功跳伞 此刻 战机距地面高度仅75.9米 三秒后 战机坠地 看到赶到现场的旅领导 王建东焦急地说 我没事 别管我 快去看看有没有伤到群众 专家综合评估认为 王建东在37秒内三次规避居民区 一系列冷静准确的连机处置 将地面伤害降到最低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感谢观看